主席 立岩同仁 站在这里 一方面心情感到非常的沉重 但一方面也觉得肩膀的责任也非常的重 原因是什么 我在今天早上的记者会里面提到 我昨天收到 接到朋友的电话 朋友电话他表示说 他才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从新加坡回到台湾 他在新加坡有幸见证马席会 不是在现场 他有幸见证马席会 然后看到新加坡的报道 然后接触到各国媒体的报道 在那个时刻 他真的感受到以台湾人为荣 他是个学者 他一直以来他都穿梭在国际间 在国际社会上面 始终台湾都只是一个配角 可是在这一次的马席会里面 台湾可以从一个配角的一个角度 要升到一个主角的角度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关容 他觉得他的热泪盈眶 他久久不能自已 可是他回到台湾来之后呢 他觉得为什么台湾的报道 跟他在海外看到的报道的内容呢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一个全球肯定的马席会 回到了台湾之后呢 用黑箱的还有任何的方式来抹黑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他表示他一定要跟我转达这样的讯息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马席会是全球瞩目的焦点 我想没有任何人他可以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看到两岸之间 其实从敌对的隔阂的状态 已经超过了一甲子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路以来 从1992年的时候 我们有了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开启了1993年的孤王会谈 有了1993年的孤王会谈之后 两岸之间开始民间的交流 我们2005年的联合会开启了破冰之旅 从那个之后 两岸的政党的领导人开始有接触 开始有交流 到去年2014年的出席会 我们看到两岸以来这七年多的一个时间 透过彼此的交流 透过彼此的一个沟通 其实对于两岸的和平的发展 他有重大的贡献 在这个重大贡献在今年11月7号 因为马席会的关系 他让全球都能够了解到 在今天各国兵戎相见 天灾人祸不断的情况之下 马席会的会面 他为了两岸的和平的繁荣 他带来了希望 所以透过这次的马席会 我们也同样的让全球知道 台湾的存在 台湾的价值 并不是只有在经济事务上面来讲 他也因为这个马席会 他让全球的民众都可以知道 我们看到呢 其实对于民进党的职责 他有几个 第一个他讲到黑箱 但是马席会这个事情 在11月5号的时候 这个总统府做了记者会 对于全台湾的人民 他做了说明 11月4号的时候呢 其实不管是行政单位也好 或者是总统府秘书长 都到本院来 由王院长召集 各个朝党朝野的这个干部呢 他能够去做一个报告 可是我们看到台联 在当天他退席抗议 他不愿意听 我们看到民进党呢 他是连参加他都不参加 在碰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 我们在11月5号的时候呢 事实上总统府也再去败会了民进党 但是民进党他还是不愿意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 所以在会前可以了解的时候 既然认定他是一个国家的重大的事项 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倾听 难道你的执政是只有为了你个人的政党利益而已 不是为了全台湾人民的利益吗 更何况我要提到的 他不是一个国内的事情而已 他是一个国际瞩目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亚洲地区的和平 牵动全球的震惊局势的一个发展 所以也不仅仅是对岸注意而已 美国助不注意两岸的这个发展的情势 注意啊 为什么 因为亚洲地区的和平 有助于美国重返亚洲 所以他要确定的是 在不论是在任何的政党的情况之下 两岸之间的发展 他是要能够和平的发展 而不是随时挑衅 随时有战端的心情 好 我们回到刚才民党委员所提出来的质疑 第一个 他提到宪法上面提到 说这个事情呢 是要由立法院议决之后 你才能够出去谈 我想大概不需要念宪法 也不需要有法律知识的人 都会知道 在国际上面的谈判 怎么可能是只有你议决之后 你才出去谈 那如果你出去谈的内容 跟你一觉得事项是完全不一样 或者是完全没有 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 就不准谈吗 马锡会在历史上面 开启了一甲子的敌对的隔阂 那个是一个多重要的一个时刻 所以这个逻辑 并不需要你去读宪法 你就会知道这个逻辑是错的 更何况 如果懂宪法的人也知道 总统执掌什么样的职权 国防 外交 两岸 这个不是都是总统要执掌的职权吗 台湾是一个武权分立的国家 所以我们是一个民有民智 民想 虽然在我们的宪法里面有规定 我们同样的规范 武权 他所要负责的一个事项 对于这样的事项 总统有没有尊重我们的立法院 我跟大家报告 从我刚才报告的时间序上面来讲 大家都可以知道 非常尊重 他在开总统府记者会之前 他还先到本院来 要求一个事前的报告 是在野党 拒绝 不愿意听 在事后呢 总统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跟大家摘要的说明 当然 民众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 自由的国家 民众有任何的问题 也不仅仅限于新闻媒体记者 所要问的事项 所以国民党才会提案 要求总统到立法院来 做一个国情的报告 透过这个国情报告 透过国民党立院党团 所提出来的 仿造国民大会的形式 可以统问统达的方式 让民众想要了解的事情呢 能够透过代表他们的立法委员 他们可以提问 也可以让总统有一个机会 厘清到底在马席会里面 谈的什么事项 更不要谈 我们知道马席会 他是一个两岸领导人的会议 他所谈的事项 一定是高度的一个事项 而不是事务性的事项 我们知道 从马总统的全文发言的内容里面 我们知道 他提出来的NGO的事项 在这些的事项 提出来飞弹的事项 提出来很多的跟台湾经济发展相关的事项 我们也知道 从事后的记者会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 这些的事项里面呢 都有正面的一个回应 包括亚投行 包括一带一路 包括NGO等等的 所以在这样的事项 我们听到的 在野党能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质疑 也只是说 我没看到啊 试问 11月7号才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会面 达成的共识的一个事项 我们日后应该要着重的是 怎么样子让这些高度达成共识的事项 是能够落实 是能够来做 对我们台湾人民有益的事项 批评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去落实 对台湾人民有利的 不管是政治上也好 或者是经济上也好 所有的事项 所以在这里 作为一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我要特别的恳求 我们所有的本院的委员 都能够以台湾的未来为念 不要以自己个人 或者是政党的私益为念 让我们共同为台湾来奋斗 所以再一次的呼吁在野党 把握这个机会 让总统来报告 也让全民能够了解 他事实的一个真相 那在我的发言 抱歉长了一点 但是我还是要提 关于今天的这个会议讨论的事项 对于他的这个顺序的部分 有一些变异的 变更的建议 是不是麻烦我们议事人员代为宣读 以上谢谢 好 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 第一至十 本院国民党党团 请邀请总统与马席会后 至本院